汉高祖刘邦,齐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陈胜吴广皆干而起,西楚项羽不遑都绕。 刘邦只是一个小小的配线亭长,论时机,陈胜吴广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拉紧反抗大旗的人物。 论出身,项羽是楚国贵族之后,四世三宫,冥冠海内。 但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偏偏无奇,甚至有点拉胯的人,却在齐末乱世中突出重围,靠的是什么? 一靠他脱皮无赖的性格,二靠他知人善用的能力。 从社交的角度来说,天性豁达不拘小杰的刘邦,常年混迹于社会中低层,所谓高手在民间,这让他一路上认识了不少能人。 这帮人愿意跟着刘邦干,愿意给刘邦打工,原因不外乎一个,刘邦这个人真实,好相处,够朋友,够意思,不装相,不整景。 从管理的角度分析,拥有了这么一票能人的刘邦,不仅知人善用,而且选材威胁。 我们要知道,实事求是的说,刘邦未必是一个能力特别出众的人,但他手底下特别有能力的人,却能让他安排得服服贴贴,会管理,往往比真能干重要。 张良运筹帷幄,军胜千里,刘邦一看小张可以,让他当参谋,负责给俺,当智囊。 萧和关心国民,调剂民生,刘邦一看小萧不错,让他搞后勤工作,负责给俺,当管家。 韩信攻城掠地不在话下,刘邦一看小韩真棒,让他负责军事拳挥,负责给俺,当保镖。 这三人史称汉朱三杰,换句话说,这三位加起来就是大汉第一天团,有这样的天团保驾护号,刘邦不当皇帝,谁当皇帝? 汉惠帝刘盈,前210年至前188年,刘盈是个好皇帝,也是个好人,他品德上的光辉远远比他当皇帝的作为要高得多。 普通百姓如果性情温顺公良倒也罢了,但身为太子的刘盈展示出这些慈爱人和的品质时,刘邦却表示,你再这样当好人,太子你就别当了,全部该滚蛋吧。 原因为何,只因为刘邦是一个历经图治,精明能干,雷厉风行的人,他残酷,无情,绝不心慈手软,他要把大汉帝国交给一个和他一样品格的人,而不是一个老好人。 刘邦要废太子,大臣们不干了,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眼中,废掌力又是取乱之道,刘盈是嫡长子不说,学习成绩好,品行道德家,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性格霸道,你就把这位三好学生给撸下去。 刘邦表示,也不,我非要换太子,我二老婆妻夫人天天跟我吹耳边风,让我把他生的儿子刘如毅里为太子,我也是没办法。 大臣表示,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说一千到一万,换掉刘盈,我们不干。 正是因为朝银一致推崇刘盈,刘盈才能接过刘邦的接力棒,坐上皇帝的位置。 他对文武百官感恩戴德,同时把这份恩德转嫁到天下的黎民百姓身上,广施仁政。 大臣们很满意,皇帝很满意,老百姓也很满意,但有一个人不满意,这个人就是刘盈的生母,刘邦的正牌夫人,吕智。 吕智记恒起夫人,这位竟是不仅抢去夫妻对她的爱,还差点让自己的儿子当不成皇帝。 女人的嫉妒烈火在吕智胸中燃烧,她把弃夫人抓了起来,做成了仁智。 做完之后,还拉着刘盈一起来欣赏自己的杰作。 皇帝一看傻眼了,自己的亲妈这也太狠了,这不是变态吗? 刘盈惊吓过度,不久,郁郁而终。 刘盈在位时基本贯彻落实了刘邦生前制定的修养生息的战略方针。 不兴兵阁不起战事,不动土木,大汉在一个稳步的状态下持续上升。 汉文帝刘衡前203年至前157年,从刘衡当了皇帝开始, 汉朝历代帝王的性取向就逐渐变得不是那么明朗。 后宫三千家里刘衡不爱,他专门宠爱一个叫邓通的男宠。 这位男宠长相一般,姿色一般,不会唱歌,不会跳舞, 但却有一招拿手好火,吸毒窗。 刘衡备有毒窗溃赖,流浓不止,太医们束手无策,皇帝疼得浑死过去。 在一旁侍候的邓通那颗真叫,疼在刘衡心痛在自己身, 二话不说,趴在刘衡后背就开始用嘴吸浓。 他这么一口一口地吸出浓,刘衡居然苏醒过来,而且身体开始好转。 邓服一看有效,对着床口又是一阵猛吸猛舔。 你注意到我用了舔这个字,是的没错, 邓通是真的用舌头在刘衡身上舔了几口, 这是正式记载,我一个字也没有胡说。 皇帝宠信上了这位以嘴允毒的邓通, 小邓摇身一变,成了刘衡身旁最得势的男宠。 得势到什么程度?邓通出门算卦, 因为像是断眼,说小邓你眉间有煞, 硬堂发黑,我看你早晚要饿死街头呀。 刘衡一听,不乐意了,咋的, 我的男宠就这个命,对我好的男人就得饿死街头。 他非常不服,于是赏给了邓通一座金山。 你没看错,是实打实的一座金山。 并且,刘衡还允许邓通自行驻币。 这是什么操作,相当于国家给邓通颁布了一台合法的印钞机, 想搞多少钱,就搞多少钱。 当然,刘衡不是一个昏庸的帝王, 除了宠爱男宠这一点, 他在位期间几乎没有什么瑕疵, 勤勉正式努力发展,汉朝进入小康时代。 汉景帝刘起,前188年至前141年, 老前辈刘邦当年把老刘家这些子子孙孙和异性的朝廷大员们都封了小国王, 本来是希望这些人在外能够拱卫黄雀。 没想到,到了刘起这一朝, 这帮藩王坐不住了, 居然联合起来搞谋反。 我们的刘起同学不惊不怒, 拳打藩王进老院, 脚踢谋反小国王, 迅速平定叛乱。 这场震惊朝语的自卫反击战被后世称为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结束再次证明了一个封建王朝的核心就是极权, 你要是把权力这个给点, 那个给点, 保不起谁就在背后给你一下子。 刘起是个有作为的皇帝, 他勤劳, 节俭, 有才干, 几乎拥有一个优秀帝王所能拥有的大部分品质。 他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起, 成上起下, 他承接了汉文帝刘衡对汉朝的稳步发展, 也启迪了汉武帝刘彻, 让刘彻在未来的岁月中引领大汉走向更大的辉煌。 值得一提的是, 刘起非常讨厌邓通, 登记之后把邓通的金山、银山、铜山、铁山各种山全部收归国有, 并将其革职。 曾经负得刘游的先皇红忍, 如今穷困潦倒, 最后真如当初那位相事所言, 饿死在了街头。 刘起恩怨分明治国有方, 无愧于他的一生, 而现在, 时间即将属于刘彻。 来吧, 汉武帝刘彻, 前156年至前87年, 刘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暴力青年, 让我们先来看一份老刘同志的打架斗欧记录。 反击匈奴, 整天把匈奴人撵得是鸡飞狗跳叫苦不迭,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 要求北方少数民族必须向中原政权俯首成臣的皇帝。 远征大腕, 虽然你离得远, 但是如果你想整事, 你想不归汉朝管, 那我就弄你。 开拔西域, 只要是我刘彻相中的地盘, 我就必须弄到手。 汉武帝不仅将西域收归国有, 还派遣使者张谦出去旅游, 泱泱华夏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世界。 除此之外, 刘彻一圈一个小朋友, 南越和朝鲜都被揍得是鼻青脸肿, 中国版图的开吐由刘彻, 也开始, 刘彻还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诸多第一, 他是第一个在呆统的国家里制定太出日帝的皇帝, 他是第一个敢派兵孤军深入大漠远征修奴的皇帝, 他是第一个要求天下子民捐献图书, 建立中国历史上首个明确记载的国家图书馆的皇帝, 他是第一个创立太学的人, 千百年来的文官制度就诞生在刘彻的手里, 这位皇帝没得说, 他便是英才, 携手东方社, 将历来刻板严肃的朝堂, 变成一个自由活泼, 谈笑丰盛的地方, 他不拘一格, 认人为贤, 大将军魏清最初只不过是一个家奴, 他一样提携, 主妇眼在朝堂上和刘彻, 针锋相对, 政见不同, 刘彻任才不认人, 照样提拔录用, 汉朝从二线城市寄身国际大都市刘彻鞠躬至尾, 大汉开始了真正的盛事, 汉武帝刘彻是千古一帝, 是真真正正的千古一帝, 他的功过已经不需要任何人来评说, 历史自然会留下见证, 汉朝帝刘福林前94年至前74年, 刘福林的心情不是很好, 原因是因为自己还小, 以他自己的能力很难像父亲流血一样, 雄才大力一展报复, 所以当时的国家权力都掌握在全臣霍光的手里, 霍光这位大臣简直是一个控制狂, 皇帝吃饭他要管, 皇帝上朝他要管, 皇帝上个厕所他也要管, 毕竟刘福林还小, 你有事脱骨重镇, 日常生活你管管也就罢了, 私生活你也查诵, 为了把持朝政控制皇帝, 霍光把年仅六岁的外孙女上官室安排给十二岁的刘福林当皇后, 刘福林不喜欢上官室一点感觉也没有, 宝版婚姻让这位小皇帝苦恼无比, 他每天只要看见上官室他就难受, 他就各应, 吃饭吃不香, 睡觉睡不好, 大家可能会问, 不喜欢皇后可以去后宫找妃子呀, 皇帝想要女人那还不简单吗, 还真没这么简单, 在未来的岁月里, 霍光为了让上官室和刘福林增进感情, 严令禁止嫔妃们陪皇上睡觉, 只能看不能摸, 嫔妃们急坏了, 皇帝也急坏了, 小皇帝心生一记, 我不能和嫔妃睡觉, 还不能和宫女睡觉吗, 没想到, 霍光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他研究出一种叫做穷胯的女士内裤, 叫宫女们穿上, 这种内裤有前后当, 一堆绳子寄来寄去, 非常难以穿脱, 而之所以研究出这种玩意儿,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刘福林乱搞, 虽然霍光爱管闲事, 但能力还是有的, 他和一帮先皇斧枕也算尽心尽力, 所以刘福林在位期间稀罕勉强还算OK, 汉废帝刘鹤生年不祥, 至前五九年, 刘鹤开通了皇帝的至尊会员卡, 但他没想到的是, 他的居然是一张体验卡, 过期了就不好使了, 当然他能当上这个皇帝也几乎是运气所致, 汉昭帝刘福林没有儿子, 大臣们只能把汉武帝刘彻的孙子, 也就是刘鹤拉来做皇帝, 可谓人在家中做皇位听上来, 刘鹤当了皇帝, 但是只当了27天就被拉下了马, 原因不是什么密谋策划, 也不是什么夺权风暴, 费力刘鹤是朝野上下一致的决定, 因为这位皇帝实在是太能玩了, 国家心丧, 按理说新皇帝登机之前, 得哭两个嗓子表示尊重和惋惜吧, 刘鹤表示, 嗓子疼, 哭不出来, 到了皇宫, 刘福林的棺材还在屋里挺着, 刘鹤不知道哪儿抽风了, 居然叫了一帮乐师在屋子里演奏欢乐的曲目, 当了皇帝之后吃了吃就躁, 今天和太监打成一片, 明天和宫女嬉取意外, 谁说恶于奉承的话, 刘鹤就疯狂赏赐, 百经千金非常大方, 谁来敬见, 归劝自己, 要么直接赶走, 要么关入大佬, 也许在刘鹤眼里, 皇帝只不过是一个方便他享乐的职位而已, 他不想承担皇帝的责任, 只想享受皇帝的乐趣, 国事朝政, 大汉命脉, 天下苍生, 在刘鹤眼里通通屁都不是, 有些人生来就适合当皇帝, 有些人就算你八台大叫把他请上九五至尊, 他也坐不住, 很显然, 刘鹤就是那个坐不住的人, 所以当他被权臣霍光和太后等人拉下马来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西汉在为时间最短的皇帝成就达成, 汉兄弟刘徐, 前九一年至前四八年, 刘徐喜欢自己的妻子许平君,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 如果刘徐没有当上皇帝, 也许他们将是一对恩爱不仪, 白首终老的夫妻, 但命运选中了刘徐, 他做了大汉王朝的亲主人, 许平君也被封为了截余, 霍光这时候又来劲了, 他一向爱参与皇帝的苏生活, 他的小女儿霍成军尚未婚配, 他寻思正好可以安排给刘徐当皇后, 刘徐不太乐意, 他同样不喜欢包办婚姻, 这位天子心有所属, 正是他的劫发妻子, 大臣劝, 太后也劝, 刘徐不为所动, 他亲自拟了一封诏书, 诏书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俺是刘徐, 俺小寻找一把我落魄之时陪伴我的宝剑, 这回大臣们明白了, 原来皇帝这是对自己的发妻念念不忘呀, 够爷们, 够深情, 大臣纷纷上书, 于是许平君成了皇后, 而这封诏书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道最深情最浪漫的诏书, 成语, 顾剑情深, 也是谣刺而来, 这边许平君已经当上皇后, 霍光已经死心, 但霍光的妻子霍宪贼心不死, 仍然想要找机会, 想让自己的女儿上位, 不久之后, 许皇后生二胎, 霍显居然指使宫中女医暗中下药, 可怜的许皇后蒙在鼓里, 把药一喝, 一命无呼, 一时两命, 霍显瞒天过海, 一顿神奇操作, 把许皇后死亡的真相压了下来, 等到霍光知道真相, 为时已晚, 她也无可奈何, 老两口一商量, 反正许皇后死也死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自己的女儿霍成军安排成皇后, 刘荀同样可怜, 她被这老两口耍得一愣一愣的, 王妻死不瞑目, 她却把仇人的女儿娶到了宫里, 封了新皇后, 虽然女儿成了皇后, 但很显然, 霍显还有更加的梦想, 她希望自己的女儿能诞下子嗣, 成为大汉王朝的继承人, 刘荀也简简单单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绝无可能, 她不仅没有和霍成军, 但遇子嗣, 还把许成军留下的孩子刘氏, 立为太子, 这位皇帝的心里仍然只有许平君一人, 霍显恼了, 眼看自己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她先下药谋害刘氏, 没想到刘氏学聪明了, 不管吃什么都先让下人尝一口, 霍显谋害不成,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准备谋反, 玩大了, 这真是玩大了, 一见狠毒的妇人居然无法无天, 为所欲为地猖狂到了这个地步, 真当大汉王朝是摆设, 她这边准备谋反, 那边朝廷已经有所动向, 悉数掌握了霍显谋害许平君和想要启示谋反的计划, 霍显一看, 这回玩完了, 只好自杀, 这位痴情不移的皇帝终于为自己劫发妻子报仇血恨, 百年之后, 旧权之下, 两人也能如愿相见了, 纵观刘氏一生是非扑都, 他有可能不算不上一个好皇帝, 但他一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男人, 汉原帝刘氏, 前75年至前33年, 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刘氏终于当上了皇帝, 这位皇帝也是大汉王朝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他是一个文青皇帝, 还是专业级别的文青, 一手好字震惊朝野, 环宇文明, 尤其是传书, 几乎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吹拉弹唱样样都会, 吹拉弹唱样样都行, 如果放在今天随随便便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 刘氏一定是稳战C位, 文青刘氏不仅有才还是一个情种, 尚未当上皇帝之时就偏爱自己的太子妾司马良帝, 真爱注定无法长久, 司马良帝没有等到自己男人成为天下至尊, 就撒手人寰, 这导致刘氏从此以后对后宫里的任何一位妃子都提不起兴趣, 他甚至公开表达过自己只爱司马良帝, 别人都无所谓, 不在乎的心情, 太后一看这不行呀, 你要是对女人没兴致, 那大汉皇室的血脉怎么办, 总不能我生吧, 于是他请来一帮美女, 让刘氏挑选, 看上哪个, 哪个就当皇后, 当时正逢司马良帝心死, 刘氏哪有兴趣再找女人, 他看也不看, 随手一指, 一位女子落入后宫之中, 这位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在未来搅动了几乎大汉半个世纪的衰洗皇后, 王政君, 皇帝爱文艺, 爱美人, 可想而知的, 就是皇帝一定不爱管理国家, 他也没有时间管理国家, 刘氏在位期间任用宦官, 朝野混乱, 国家隐有颓败之事, 当然刘氏也不能说是什么都没干, 他还是干了一件名垂青史的事, 王赵君出赛远嫁匈奴, 大汉匈奴一家亲, 这事就是他安排的, 汉成帝刘奥, 前五一年至前七年, 大汉皇帝的性取向, 在刘奥这里又开始不明朗起来, 原因大致相仿, 刘奥又难宠, 还是一个爵士美男, 这个美男的名字叫做张放, 那么刘奥对张放宠爱到什么地步呢? 汉书, 与上卧己宠爱书觉,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刘奥和张放是吃在一起, 住在一起, 睡在一起, 皇帝非常宠爱张放, 张放甚至可以说是燕鸦群芳, 宠冠六宫, 他可是一个男人呀, 我的朋友们, 要知道, 刘奥的后宫里可不是雍之俗粉, 班节鱼, 魏节鱼, 赵飞燕, 赵和德堪称大汉四朵金花, 那可都是当年大汉美女的顶娘柱, 所以, 刘奥男女通吃, 每天除了在后宫睡觉, 就是在后宫睡觉, 这是一个终极一生都沉迷在酒色中的皇帝, 自然灾害频繁, 他表示, 我没空打理, 农民纷纷起义, 他表示, 爱咋地咋地, 国家政务朝政大权怎么办, 他表示自己忙得很, 让王正军太后帮忙吧, 后世史学家多诟病说王太后善权, 导致了后来的外籍专权, 王莽篡汉, 但实事求是的讲, 大汉的权力不是王太后抢来的, 而是刘奥送出去的, 王太后也很无奈呀, 国家总得有人管吧, 他如此情于男女之事, 一生却没能留下一个后代, 最后暴毙宫中, 皇位只能让侄子继承, 当然, 再婚庸的皇帝也可以局部表扬, 刘奥重视农业, 在位期间提拔了当时著名农业专家, 樊胜之当官, 樊胜之不复所望写出了樊胜之书,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完整的农业科学类书籍, 对后世影响深远, 很爱地刘欣, 前二五年至前一年, 别的先不说, 你一看刘欣的封号, 就知道这个皇帝不太行, 他的确不太行, 先皇们的优点他一样不学习, 先皇们的爱好他倒是有学有样, 这位皇帝干啥啥不行, 豢养男宠第一名, 对这位男宠的爱之深情之切, 惊艳历史, 让人乍舍, 这位男宠的名字叫做董贤, 和刘欧一样, 刘欣也是衣食住行都和董贤在一起, 一次两人同床休息, 董贤睡觉不老实, 不爱枕着枕头, 偏偏枕在了刘欣宽敞的袖子上, 男宠可以没日没夜的睡大觉, 但是皇帝不行, 皇帝很忙, 白天必须起床, 刘欣想要起床, 但他就要面临一个问题, 如果起床就要把自己的袖子, 从董贤头底下拽下来, 如果不起, 那国家大事就耽误了, 至少早朝得去单位打个坎儿呀, 刘欣思来想去, 还是不忍心弄行董贤, 于是用剑割断了自己的半只袖子, 断袖追屁的绰号不禁而走, 刘欣成了这个成语的发明者和剑行者, 这位皇帝的死法也很荒唐, 他是服用了过量的春药, 导致身体承受不住突然猝死的, 我们无预期了解和探究流行的性举向和私生活爱好等等,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一个这样的帝王统治下的大汉帝国, 已经走上了摔摆的高速路, 汉平帝刘欣, 公元前九年至六年, 刘欣即位的时候年仅九岁, 王政君太后还活着, 她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后之一, 仅次于清朝的顺治皇帝的二皇后, 伯尔纪吉特, 这位老臣持重的太后或许并没有想过, 事态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也许她只是希望大汉能走下去, 自己帮一把, 但王室一族专权, 几乎把大汉的命脉给扼住了, 这已经不是王政君能控制得住了, 外戚干政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是历代皇帝种下的恶果, 也不是一个小小的刘看能决定的, 这帮外戚里最嚣张跋扈, 为所欲为的就是王莽, 刘看就是王莽亲自挑选立下的君王, 可以见得皇帝的继承权都被外戚掌握, 这一代的大汉皇帝是真的没有排面, 之所以九岁的刘看在一种皇子中脱颖而出, 原因只有一个, 他岁数小便于王莽管理, 从某种角度来说, 皇帝成了给王莽打工的, 王政君垂帘听着王莽一旁指挥, 刘氏打下的江瞻, 显然已经变成了王氏的, 小皇帝刘看就像他的嗜好一样, 平平无极, 惨淡无光, 也许他短短的皇帝生涯, 只是为了给王莽创汉, 自立一个缓冲期和过渡期, 而对此时的大汉来说, 更大的危机和深渊即将到来, 帝国荣光不在, 改换日月新天, 新朝皇帝王莽, 前四五年至二三年, 王莽是王政君的侄子, 姑姑全清朝野, 他也顺甘旁上, 这是他最后成事的关键地牌, 但王莽成为皇帝的道路, 却并没有那么一蹴而就, 我们来看一看王莽的奋斗历史, 24岁的王莽因为是王氏亲族的关系, 入朝为官, 但并未受到重用, 王莽不计不耐, 勤恳任干, 终于被升为皇门老, 在基础服务岗位干了一阵, 表现不错, 又被升为摄生校尾, 30岁, 而历之年的王莽一路高升, 被封为新都侯, 先后任齐都尉, 光禄大夫, 适中, 多年的官场混迹伴随着几代汉帝的衰亡, 王莽见证了刘氏宗亲的衰败, 也见证了王氏外季掌握的过程, 这是一个隐忍, 不易让人发掘自己野心的人, 长年累月的工作经验为他打下了坚固的政治基础, 他工作时其勉, 待人宽厚, 为人众厚老实, 谁也看不出这样一个人, 居然是块当皇帝的料子, 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 越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人, 最后越有可能成就大事, 这就导致当王莽成为大司马, 在汉平帝刘看, 驾崩之后, 操纵刘英成为皇太子时, 大家都是一愣, 从哪冒出这么一号人来, 而当王莽取代刘氏子孙, 宣布要自己当皇帝时, 群臣的状态基本上是, 无所谓, 管他谁是谁, 无所谓, 无所谓, 谁让谁憔悴, 几乎没有人反对, 也几乎没有人敢反对, 雷若的西汉政群已经在200年的岁月中变得混沌, 变得麻木不远, 变得摇摇欲坠, 而王莽正是抓住这样一个机会, 他建立新朝, 登基称帝, 不过让王莽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姑姑王正军, 居然反对自己当皇帝, 我们可以理解王正军的处境, 他毕竟嫁给了刘家人, 独揽大权也罢, 临朝称治也罢, 到头来他还是希望江山在老刘家手里, 他对刘氏皇族有感情, 但他过往被历史和时代加过, 或是有益或是无心, 竟然让自己身后的外界势力一步一步扩大, 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王正军展现出了他的愤怒和绝望, 他把代表皇帝身份的传国玉玺, 狠狠地置在地上, 玉玺摔出了一个口子, 也摔出了他的无限心酸和惆怅, 但是, 现在一切已经于事无补了,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侄子, 坐在那个曾经属于刘氏亲族的位置上, 百年岁月再难回首, 王莽上台了,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别的, 是改革, 当然, 这也是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因为不久之后就有乱军勾入长安, 王莽细分杀青, 领了便当, 但后世对他的讨论是无穷无尽的, 很多后世学者和网友纷纷指出, 王莽有可能是一个穿越者,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现代人, 为什么这么说,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主要改革内容, 解放奴隶只能私有, 不得买卖尊重人权, 土地给拟重, 但是不能买卖交易, 不能换钱, 土地国有化, 发行新钱币, 圆圆扁扁, 堪称古代硬币, 调整经济, 调整大汉经济结构,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价格和溢价空间, 全都由朝廷相关部门来制定, 统一物价, 这四项内容在遥远的古代, 看起来是多么的匪夷所思, 表现立异, 简直像是现代人传越过去制定的, 他是不是传越者我不敢妄议, 但历史对他的评论却是两极分化的, 正统律师唾弃他是大奸切国, 是西汉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小偷和乱臣贼子, 现代社会却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 人们认为往往是那个时代里为数不多, 有远见有思想的改革家, 是因为有理想有报复的新朝皇帝, 但无论评价如何, 西汉已经彻底被往往篡改, 堕入历史的尘埃之中, 而红尘滚滚, 关于西汉王朝的争容岁月和无尽的遗恨, 早已随风而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